那我就把这个表单实际上来输入一笔资料看看效果 我要传李世民的照片 那我接下来输入好名字之后 选取新增档案 然后从装置中选取档案 我有一个李世民的照片 开启 上传 我们等它传完 传完之后我就可以按一下提交 等它提交完成之后大概稍等几分钟 我们回到我们Google云端硬碟的资料夹里面来看看 因为我刚刚设定存放的结果都会在图片合并存放结果里面 我点开来 就可以发现我刚刚建立的李世民 我们把它点开来看看 好 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的照片也成功的放进来了 这就是利用Google表单来进行图片的合并列印方法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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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